有同学说明年年底就毕业了 年龄35家也是卡吗 这个新的政策呢 有可能会在2024年7月1号实施 但是呢很多细则有待推出 咱比如说啊 民意学生的权益呢 也是人权的一个重要组成的部分 像这一周嘛 因为485呢 闹过很多风波跟乌龙 当时不是说10月25号之后 如果你是在读个网课 那个学习不能满足身485的条件 也不能用作移民的澳洲学习加分 是不是啊 刚过两天呢 因为移民协会大量学生都在抗议反抗 说明呢这个不讲道理啊 我们在疫情期间是你们让我们网上读的书 没有办法选择的online study 当时都处得正在说 满足学习要求升485 做移民加分都没问题 突然又不行了 这样不地道是不是 很多人反抗 所以呢 移民局立马就撤回那个规则 又重新改写说 即便你是呢 11月25号之后递交 485的申请也没问题 也能用来做移民加分 也能升485的签证 网络学习依然认可 说明什么呢 说明如果他们的政策 损害了几十万人的利益的话 有个五万人联合抗议 就能改变这个问题 所以现在这个同学说 明年年底卡在35家 到底有没有希望升到485呢 我认为起码有50%以上的机会 这是为什么呢 一个这个所谓的政策 目前只是个战略 还不是法律 还不是签论法案 到底能不能实施 还有待以观后效 到明年七月份左右 这帮部长们还能不能在台上 都有变数存在 我说了 现在澳洲很大可能 一会提前崩盘 要提前大选 因为今天防务法案的问题 搞得乱七八糟 对吗 所以呢第二点就是呢 一个新的法案的提出 到底是说 从明年七月一号开始 申请485的人 就完全执行新政 还是说 七月一号之前 已经在读的人 就按照他们入学时候的 485来实施 而在七月一号之后 再入学的人呢 就按照新的485的方案实施 这都有待讨论 因为呢 民意的汹涌 而发生方向的改变 所以这件事 我今天 我当然不敢定论说 你明年底35岁 加能不能生485 但我认为起码呢 有50%以上的可能 还是可以的 我倾向的一个理智的政府 一个讲道理的政府呢 会决定 那这个法律的实施 我们需要选择一个时间 叫做 他法律有个生效时间吧 对不对 如果你在七月一号之前 就已经入学 你入学的时候呢 就瞄着 那个485的政策来的 他出于基本的 讲道理的 这个角度考虑呢 也应该让那一部分人群呢 依然具有申请485的资格 我会这样思考 和建议 我们看后面到底是什么呢 政策去实施 好吧 那对吧 我去看了 你 你要去看了